装修就是无底洞 大家好 今天来到了小葵家 他家兜底的事情马上就要兑现了 我手里提的是十万块现金 等会我们交到温总 装修和老温手里 因为小葵家的装修总览是他负责 据说今天做外墙的那个梁工也来了 这里是小葵家别墅的大门口 温总 老邓也在 良公好 你跟老温对接的怎么样 我们就在聊这个事 握个手吧 我们也握个 哎呀好久不见 还个 这里 这一大早就这样子 就这个东西 我没办法转给你啊 因为是吧 你也转不转不到你手里 问题上我这样拿着我也 我不肯听着背着这个 你先数一数吧 这里多少我也 你数了再告诉我 我这是 来兄弟们 十个 这个干嘛 买瓷砖 买板材 涂料 还有七七八八的 到时候包括这个院子要整都要花钱 那这个只够七七八八的钱 九九十十不够 九九十十也不够啊 对 良公你那个涂料 大概需要多少 就是外墙的 整个 整个的话 减装一下 应该两万多块钱吧 两万多块钱 还能不能再减装一下 减装一下就两万多块钱左右 我不是希望您赞助 就是您那个 成本我们到时候要付给您 我们有这个预算 对 这个钱不够啊 不够后面不还有老师很努力他来兜底吗 他昨天给我打电话了说明天 明天就到了 明天到是吧 放心用 但是这个装修啊 装修是个无底洞 就是有句话说的 抗菜吃饭嘛 对对 是不是 我说你 你再搞个这么多我也很有的 往外面讲 我们就反正就 这样子两种 你这块的话反正我们也出个一双 因为我们这个钱 看下怎么划分 就每个地方用多少 装修的事情就是到时候我给你去 对到时候你跟我们对接好 就是每个地方划分好了 除了他的外墙 门窗是大事啊 都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门窗你先进场 门窗呢 要先搞好他才做得了 对现在马上就要定了 那明天老师到了之后 以后就是这个钱不够的情况下 你就大胆的用 你不用怕 不是我们反正根据实际来嘛 反正有些东西能沉浅就沉浅一点嘛 嗯 是吧 反正就不要去太 搞得太奢侈了 那你这个你自己没办法存 对对对 老单就 你作为出纳他有什么 就汇报到你就你就支付就行了 到时需要什么用什么钱到我这里支付就行 反正有什么东西我这边对接好了之后你就付钱 那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不交到小葵跟阿娟手里吗 你觉得他敢拿这个钱吗 我也是 他也不敢收 所以现在 阿娟跟小葵 瘦 不瘦 都是蓝色 所以我尽量就避开他们 交到他们手里 因为 种缆是温种负责 那些梁工 你那里尽量节约一点成本 因为他这里不需要装得太好 因为都是乡下 我们都是普通老百姓 你要弄得太好他们自己就飘了 没有存在感了 对对对 所有装修的环节都是尽量精简 看着这个袋子里的钱 再来预算吧 不能开餐吃饭 尽量节省 尽量节省 小葵 阿娟在吧 在哪里 好 走 我们过去 来 这个钱你们就 不要了 给他们知道 哈喽 阿姨好 阿姨今天笑容这么好 中了五百万 哎哎 哈哈哈哈哈哈 今天中午吃啥 准备给你弄几个好菜 哈哈 有肉有菜 那个 这几天哪也没去 哪也没去啊 在家里 你不是在冰哥那里 大家不要在那家上班吗 没有 这里要对接啊 什么都接 别去给他说明那个说明 哦对还没封顶 封顶再去是吧 嗯 郭总我妈说也是 她说这个月出八是好类子 我爸为了这个放你 也送你了 晚上睡饱觉 尽快让别师哥过来 把这个顶封嘛 妈妈也放心一点 然后你们俩也好去工作 嗯 好 那中午就 这个是做涂料的凉工 嗯 来 凉工 哈哈哈 给倒盖鸡飞 哦 他之前来过两三次 嗯 哦 嗯 我们也尽快期待小葵的别人 找涂料完工啊 让他们俩在年底之前 可以早点住进去 这就是大家伙的心愿 对吧 好 这期就分享到这里 以后呢 我可能也很少记录他们俩了 我要出去做我自己的事情 好 以后再分享 江湖再见 有点 宝贝 有点 热 有点 热 好的 好 好 为什么